大家好,我是劉派蒂 今天我們來做早餐是起司吐司杯 今天我們有個材料是吐司蛋 還有奶油跟起司 總要工具是刀子和板麵棍 然後還有烤盤 剛才我們有試做一個在這邊 我們現在要開始製作了 首先我們先把吐司放在這個盤子上 然後整個老闆這四邊都切起來 切好之後我們把這個放在這邊 再把這個剛剛切好放在這邊 再切另一個 切好之後就會有兩個一樣 我們現在要用擀麵棍來把它擀麵 把這個放中間把它擀平 這個擀的時候可以換麵擀 因為會不平均 所以就換麵擀 好了之後再放下一片 都把它鋪平之後呢 然後我們來把它切 這個不要切到中間 然後呢這個不要切太 不要切太裡面 四邊都要切 這個切好之後呢 把這個放在旁邊 把烤盤放在上面 然後呢拿起這個東西 然後抹在上面 因為呢如果那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如果那個 用烤的時候呢 會黏在上面 上面也要抹下面一樣 上面也要抹下面一樣 抹好第一個 後就要抹第二個 這個抹好之後呢 然後把一片的烤盤放在裡面 這個把它分進去 然後交叉 再交叉 每個都要交叉 放好 然後下一片也是交叉 然後也是一樣 也是抹在裡面 接下來我們準備了蛋 然後打開 打好蛋之後呢 我們把起司分在上面 那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分烤箱裡吧 這就是剛剛我們做的 現在要把它放進烤箱囉 我們轉到180度 之後還有180度 再轉到15分之 好了 這樣我們等一下就把它 跑出來看看是什麼樣子吧 現在我們等一下要等它出爐 要出爐的時候 我們先來擺盤吧 今天的盤子是很可愛的 Hello Kitty的喔 現在我們來擺水果吧 我們排好了就等吐司吧 好香嗎 好香嗎 嗯 我來偷看 你好想吃喔 完成囉 這一個很燙 所以一樣的辣麻麻 把我們拿出來吧 起司吐司完成了 耶 好四次吃時間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喔 有起司欸 阿姨 好吃 你沒有吃到蛋嗎 還沒 有吃到起司嗎 有 好好吃喔 燙死我 你怎麼沒有熟 看看 他沒有熟嗎 他在跟你裝熟 他說 我是你朋友啦 我跟你裝熟啦 咳咳咳 咳咳咳 晃咳咳咳咳咳的